这只可怜的海龟此时十分享受 因为人类正在帮他清理藤壶 大家可以看出 在他的屁股上 已经密密麻麻 长满了藤壶 如果任由藤壶蔓延下去 这只海龟肯定会因此丧蜜 所以他只能冒险找到人类帮忙 宁愿被人类吃掉 也不愿意承受藤壶带来的痛苦了 好在这次 他遇到了好人 只见小哥拿小刀一划 大片跟牛皮犬一样的藤壶 就被比划了下去 作为海洋中最令人恶心的存在 藤壶除了会寄生在海龟上 鲸鱼也是他们的目标 曾经美国一艘小船正在海上航行 突然一只鲸鱼从海中跃出 在人们惊恐的叫声中 狠狠撞在船上 撞掉了一堆寄生在他身上的藤壶后 就离开了 根据云民们的猜测 这只攻击游船的鲸鱼 只是受不了藤壶的折磨 勿将船只当作骄导 所以希望通过撞击骄导 甩掉身上的藤壶 鲸鱼还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摆脱藤壶 海龟呢 他只能寄希望于运气 能遇到善良的人类 好在人之初性本善 有许多的专业人员 组成的海龟救援队 帮助海龟 清除摧残他们生命的藤壶 眼前这个小哥 就是一名拯救海龟别动队的队员 他曾经帮助无数的海龟 摆脱藤壶的折磨 今天在海边的礁石上 他又发现了一只可怜的小海龟 藤壶长在小海龟的屁股上 一针块和海龟一样大了 实在是太让人心疼了 看到我都想加入这个组织 帮助海龟了 小哥将海龟带回到船上 开始了拯救海龟的行动 除了海龟的背部 在他的腹部 我们也看到了一排密集的藤壶 如此小的海龟 却遭受到了这么多的折磨 实在是太倒霉了 海龟是一种有灵性的动物 或许是他感知到了眼前的小哥 是一个好人 他不跑也不闹 怪小的等待着小哥的救援 小哥也不磨叽 拿出专业的铁环 就开始抠出藤壶 藤壶是一种寄生动物 他们找到寄主后 会从体内分泌出粘性物质 将自己牢牢地固定住 甚至还会扎向皮肤深处 所以导致长在腹部的藤壶 很难清除 背后的相对就好清理得多 小哥用手就抠掉海龟背上的藤壶 我们可以看到 龟背上有很多白色的地方 那些都是藤壶分泌物造成的痕迹 在鲸鱼的身上 我们同样也能发现许多白色的痕迹 那就是藤壶掉落造成的 大块的藤壶去掉后 接下来就是早尾工作 将一些顽固不化的藤壶消灭干净 小哥小心翼翼地用铁环 抠掉小海龟身上残存的藤壶 而小海龟则十分乖巧地配合着 享受着这个过程 当身上的藤壶被清理得差不多后 小海龟高兴地挥舞着四肢 致使发自本能的愉悦和轻松 最后摆脱藤壶置顾的小海龟 自然也被小哥送回了大海 回到了属于他的家 除了海龟之外 藤壶对人类也产生极大的困扰 在人类的船底上 大量的藤壶也会寄生于此 甚至会长满整个船底 藤壶的寄生加重了船只的重量 也增加了船舶航行的阻力和吃水量 不仅耗费燃料 也带来了触礁的风险 所以每过一段时间 人们就不得不清理一下船底的藤壶 清理一次的费用 最高能达到十万美元 可以说在每一个船长的眼中 藤壶是最令他们头疼的存在了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知道什么好的方法 可以解决掉恶心的藤壶吗 留言讨论啦